有精有成啊,精色就带了 精啊,保湿啊,这些什么谎都有 心念很专业,发自内心 就这样子做 所以,发业就很重要 世界方面的福报,比较方便 现在你相信老师讲的吗? 如果你说testing the lack,就是说你的心不足 哎呀,不懂可以不可以的,相信相信他,可以testing咯 这个心,不是不足 法本里面讲,心想事成 法本就这样子写了,佛菩萨可以,我们是凡人怎么可以 你讲你是凡人怎么可以呢? 就是说你的想法是凡人呢? 那你已经限制了自己 写密宗哦 我们在这里是密宗啊,密宗是最会模仿的 佛菩萨是怎么样的啊?我也模仿他 佛菩萨是狮子,我是小小的狮子 我也是狮子,我这个狮子会长大的 不是麻婆,不是佛菩萨 邪密宗就是这样子,你要模仿佛菩萨的行为 你要模仿佛菩萨的行为 我们要跟他一模一样,他进入我们,我们进入他 所以,密法里面就是说,入我,我路 佛菩萨的生活欲,进入我,加持我 我就进入,有没有佛菩萨里面 我的行为跟佛菩萨没有了 只是我现在里面有大 我是小狮子,佛菩萨是大狮子 我就发愿了 所以我们要这样子发愿 那这个心要记住 你要相信佛菩萨哦 你要相信这个法本哦 老师告诉你这个方法是老师亲爱过来 老师跟你分享的 这样老师可以再讲 就发愿 故事 故事 故事你的时间 故事你的经济 故事你的技术 你的学问 你的故事 你要发愿故事 只要你不发愿故事的话 你是被业力学义 你就会告诉老师说 老师啊,不得空,你可以,我做不到 很多佛语都告诉老师 老师啊,你可以的 我很欣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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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的 但是我做不到的老师 你不要叫我做 所以你限制了你自己 我们不能够限制自己的 你一限制你自己 你的发展就是到那个你限制的范围 所以发愿了 你就要去做 发愿了你就要做 所以呢,其实这个就是信 业与信 你要相信 你要发愿 你相信了 你要发愿 你发愿了呢 你要去做 在做的过程里面呢 你要好像金刚这样子 好像灵魂这样子 愤怒的 直直冲过去的 直直冲过去就是做了 没有后退的 所以对于普通的佛友 当他不能够以高层式的佛法来修行 你不能够以常定的方法来修行 一般普通的方法来做的话 他一定要记住 信业 不管你修正和法 你是研究经典的 你是研究决力的 你是修密的 修密宗的 你是修净土宗的 你修哪一宗都好 你相信那一宗吗 你修那一宗 你相信吗 你相信 OK好 要不然呢 很多朋友会有什么情况呢 每一年都在学一年纪的课本 10年 20年 30年了 也在学一年纪的课本 怎么样呢 他今天来写一个法文 是一年纪的法文 明天呢 明年呢 他又见到另外一位上师流 另外一位师父 另外一位法师 又写一个法文 也是一年纪的法文 他每一年都会写一个法文 写了10年 写了20年 认识的法师很多 认识的师父很多 都是一年纪的法文 可能会有另外一个法文 是最后一位 我一定是最后一位